在东南亚老屋摩顶经济特区生活的第440天 现在是老屋时间7点半 室外气温21度 他娘的我才干脆醒 他去刷了个牙洗了个脸 换了身衣服 接下来准备出门去吃个饭 前面那个小助理发来消息 他跟那个安丽已经坐上了去猛赛的动车了 他说他们要去那边三四天 也不知道他们去干嘛 阿战是说去见他爸爸 好像他爸没钱了 干嘛还生病还怎么样 在我来到了楼下 可以看到外面 试一下一片宁静 就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生活 真的挺舒服的 就是一片祥和 可以称之为现代版的世外桃源 尤其适合我们中国人来这边养老养生 上的时候这个街上来来往往的 还是有一些人的 在我到了皇宫小吃这边了 点了一份土豆牛栏饭 还有一瓶茶派 总共28块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 那都是什么腿脚都没有拍脸什么 因为这是个特殊的城市 来这边玩的人他不方便 让别人知道他还在玩 在这边工作的那些老屋妹越南妹 他们也不方便让认识他的人 知道他在这边工作 所以就只能是我跟阿赞漏灵 别的人都不方便让他们漏灵 所以都是腿 现在我的土豆牛腊饭 热腾腾的出锅了 接下来开吃了兄弟们 现在我吃饱喝足了 接下来骑上我的电动车 到处溜达溜达 我去看看有没有快递 现在我到凯虹批发部这边了 他这上面这一片停电了 他两个在折腾的发动机 可能要明天再过来 在磨叮这个南部这里 好像新开的电到是多起来了 灯光也都亮起来了 但好像就没什么能 通往N60的这条路也修得好好的 反正总的一句话 就是磨叮人太少了 要是能多一点 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 那可能就会好很多了 这道路两边的夜市摊位 也是越摆越多 以前都没有这么多摊位 什么三叉路口这里 好像越搞越像样子 好像越来越繁华了 可以的 想着哪能在一直消沉的时候 视频要硬拍的呢 很尴尬 可能以前看着那些风景什么的 能说出很多东西来 但是现在就跟那前女技穷一样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接下来继续养生继续白了 真的现如今的我已经失去了号召力 也失去了凝聚力 而且这种事情是不可逆的 不过三天大树都有倒下的时刻 更何况是我 可能这两天我会抽个时间再回国一趟 把上次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顺便就当做是上上心了 我为什么说这些是因为 我既然称这样的视频为日常 就是记录自己的一切真实 包括自己的心态心境 都真实的记录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状 又或者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 记录着一个人从开始到过程到结束 这样一整个完整的经历 通过看别人的故事 也许能够让你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感悟 前面刷着视频 刷着刷着睡着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兄弟们